其實從去年初一直到現在 各國的央行都在買黃金 但是台灣的央行 從二零二一年到現在都沒有在買 陳彥 央行他的解釋是說 美國公債報酬率更高 真的是這樣嗎 為什麼央行不買黃金 當然這個是前行政院長 陳聰提出的一個疑問 但他為什麼提出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這個全球黃金需求的去世報告 顯示各國央行都增加黃金的一個部位 尤其是這個Q1 黃金儲備增加228噸 創了歷史新高 那他的這個陳聰的意思就是說 你過去半年金價也漲了20% 你還看黃金放下去也賺20% 所以是不是你不夠敏感度不夠 還是你不缺黃金 當然台灣如果 黃金是我們央行儲備當中 大概占4到5% 只要你增加台幣的發行 一定要增加黃金的儲備 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你沒有大量的發行新台幣 當然就不用 這是一個 那他說那如果要買黃金 實際上他央行的解釋說 波動大 又沒有利息對不對 如果真的要投資 我買債券比較好 其實我是站在央行這一邊 為什麼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債券真的比較好嗎 真的 你看這個紅色這個是 10年級公債的一個價 這個走勢 ETF的走勢 藍色就是黃金 實際上很明顯 黃金我們從過去幾年的走勢來看 它其實基期早就已經墊高了 那基期墊高以後 你又沒有利息的情況下 你要衝的就是後面的幅度對不對 可是你看債券跌回10年前了 對 債券現在在這邊 這叫人生少奮鬥10年 你不用透過婚姻了 你只要買債公債就可以做到了 人生少奮鬥10年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只是價格的比較 還不包含債券能夠延伸的 黃金已經漲很多了 對 所以為什麼央行做這樣的一個策略 其實